凌晨10分 三人當機拉扯 一路從7樓扭打過馬路 其中一人兩度被摔倒在地 過程中還被對方持刀砍傷 砍的人兩名黑衣男拔腿狂奔 連手機都掉了出來 被害人身中三刀 忍著傷痛到醫院治療 救護人員看見刀傷通報警方 才讓案件曝光 事發就在萬華坑定路上 原來這名被害人是一名白牌車司機 當時他是接到公司的指示 要他到這個地方來載客人 你要想到卻是被設局 遭人持刀砍傷 凡姓主賢公稱一個多月前 向經紀公司找傳播小姐 但來的人數卻和當初說好的不同 認為業者應該要退錢 但對方卻不願意處理 竟然遷怒當時載小姐的司機 設局砍人 疑似受到大哥指使 預謀犯案 一上車就亮刀恐嚇被害人 明明不認識對方 卻能掌握司機行踪 是否經紀公司裡內神通外鬼 案情似乎不單純 25歲的凡姓主賢 有傷害殺人未遂前科 就會和朋友強盜砍人 在好友的家中被逮捕 但最無辜的恐怕還是白排車司機 明明跟財務糾紛沒關聯 卻無故被砍傷 TVB的新聞黃金國際 還滿臺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